櫻花校园vs梦幻魔法校园 櫻花校园 想要房子可以直接闯入任何NPC的家 干掉它 或者埋了它 就可以霸占它们的房子了 当然遇到不好惹的 也有可能会被打洗 梦幻魔法校园 可以随意认邻属少 轻松就能get到一间 粉嫩少女心的房间 也可以选择和好贵贵一起合租 櫻花校园 校长每天在校门口巡逻 看到你就会赶你去学习 手上还掌握着黑帮的重要情报 似乎和黑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梦幻魔法校园 校长是个矮冬瓜 还会增松给每位新生 一个大道的奖杯 如果你想取代它 它会毫不留情地让你滚 樱花校园 老时上课将会获得任务成就 在图书馆看书 能疯狂提升智力值 但同样也会折损你的羊兽 在全级射鹿铁 可以增加臂力值 但会耗光体力 导致你需要狂吃一顿折损马内 而且就算你再怎么努力 你也如同陷入循环一样 永远逼不了夜 梦幻魔法校园 课程很多 比如这种跳舞的 拼写单词的 还有超难的费性测验 完成挑战 就可以升级到高级魔法师 樱花校园 半夜一定不要去到学校三楼 因为那里的排骨精 会半夜开party 变异的雕塑 也会突然复活 在动力爆表 梦幻魔法校园 半夜会出现一大堆怪物 长香奇葩 剪刀刃就攻击 可以使用手中的魔法杖反击 被抓住就会立马狗蛋 如果你半夜在学校乱挂 后果你实实就知道了 樱花校园 医院的座位上 有负名红色一体 但只能在远处看见 走近立马消失 梦幻魔法校园 超长的敲敲板 自己挥动 大晴天的花坛处 甚至还会飘起怪异的雪 大家认为 哪个版本的校园游戏 更好玩呢 记得在评论区里留言 告诉诺米茨哦 你好 我觉得 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